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法師 各位居士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講如來 為了把如來講清楚一點 我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圖說 這個圖說大概是這樣子的 平常我是把這條線畫橫的 我現在把它豎起來畫 為什麼要豎起來 因為有高度的問題 高度的問題 我們平常畫橫的是比較方便 它這樣一步一步的進步 怎麼樣子的進展 我現在把它豎起來畫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看到它還是一條線 然後這裡是菩提心 到超凡入聖 到無聲法忍 到成佛 有沒有 熟悉吧 等於是橫的 為什麼把它豎起來看呢 就是說 所謂的真理 我們用太陽來做比喻 太陽光光芒萬丈 那麼其實它非常的高 我們因為在凡夫眾生的這個地方 體會不到看不見 為什麼看不見 把我們卡掉 在這個下面 其實我們跟真如呢 差距很遙遠 這種差距遙遠呢 在我們凡夫眾生的修行的過程當中 不要覺得氣餵 那這個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幫助我們想像 那這個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幫助我們想像 原來大地一片寧靜 我們在大地上 我們在這個地上是不是很紛擾啊 外在也 這個現象差別像很大 我們內心更是起伏躁動不安啊 對不對 是因為我們在平地 我們在下面 我們在下面 我們如果在同一個高度裡頭呢 就是一直著什麼 著現象 就只看得到現象 不懂法性為何物啊 所以呢 我們縱然在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佛陀已經到這上面 看到他萬里晴空 看到了平等相 所以佛陀呢 就一直告訴我們 在這個上面有太陽有太陽 我們往往會不大相信 有偶爾呢 善根啟發的時候也相當有道心 我們也很怕不要往上爬 要怎樣往上爬啊 是不是要知良位跟家行位啊 前幾堂課不講到有什麼 時信 時柱 時行 時回向嗎 暖頂忍是低音 這個都是我們爬的一個階梯 它是有階梯的 我們從一樓爬到二樓 從二樓爬到三樓 爬到十二樓 並不困難是因為有什麼 有樓梯嘛 所以我們都會去尋找樓梯 或者電梯 有工具啊 往上爬並不困難 爬山 有山路或者自己去 開發出來一個道路出來 是不是 只要你願意去爬 是不是都有機會爬上去啊 最怕是那種空中樓閣 是不是 下面空空的 然後上面一個東西 你怎麼爬得上去啊 其實學佛並不難是 其實它階梯很清楚的 一定要透過這種階梯往上爬 爬到這裡 超凡入聖是什麼樣的現象呢 就是我們在爬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不斷地波雲見日 希望 因為我們 佛陀一直告訴我們 上面有陽光 上面有陽光 但是我們在這烏雲底下 我們是不是 也會懷疑啊 善根比較好的人會相信 為什麼相信呢 因為透過聽經文法 確信佛陀講的話 也照著佛陀講的道路 我們也這樣子爬 那麼就有可能怎樣 哪一天波雲見日 雖然烏雲還是密布 但是因為波雲的時候呢 它只要有一點空隙 那個陽光是不是就 就射下來啊 這個就叫一道曙光 是不是 會有一道曙光灑下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光線呢 看到光線之後 你會不會再懷疑上面有太陽 是不是不懷疑啊 雖然我只看到一道曙光 但是我確信上面有太陽 那麼在爬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烏雲要逐漸變白雲 但是還是要很用心的去怎樣 去波雲見日 它是有功用地 從初地到七地圓滿 八地以前其實都叫做有功用地 就是要刻意的去造作 刻意的去努力 才可能怎樣 看到太陽光 但是看到太陽光的機會 越來越大 因為它雲層越來越薄 上面的雲層越來越薄 到所謂的無聲法忍就是 這個雲呢已經破掉了 因為它越來越薄 越來越稀薄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破洞啊 你根本不用用力嘛 是不是 自然就會怎樣 見到陽光 自然會見到 但是這個時候呢 所有的菩薩摩赫上呢 它還有白雲 還是有一點點遮擋 但是不是 但是對那個太陽 沒辦法完全遮擋掉了 是不是也很清楚的看到有太陽 只是它還不夠怎樣清淨圓滿 還是有一些 這個 那種比較薄的白雲呢 多少擋住 但是呢 其實這個陽光 是不是擋不住了 到成佛呢 萬里清空 上面一點太 一點雲都沒有了 所以它能夠盡虛空遍法界 也清清楚楚的看這一切 所看的一切呢 跟真如是完全相應相棄的 跟所謂的真理呢 不只是理論上的 根本實際上它的整個 focus 是非常的準的 調整在一起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現前的 所以我們說佛陀等式眾生如什麼 羅喉羅嘛 是不是 佛陀所看到的眾生是不是 一律平等的現象啊 那在這個過程 我們的不平等是被我們的雜染 被我們的烏雲所擋 真理的現象 其實它是應該清淨無然的 所以呢 佛陀呢 為什麼叫如來 踏著真如而來 來告訴我們 如實地來怎樣 如解 並且如說 如同佛陀所看到的現象 不斷地來為我們解說 希望我們能夠理解 希望我們能夠起信仰的心 我們要有信仰的心 才有力量往上爬啊 對不對 但是爬的資量啊 要看一些竹牛啊 看什麼竹牛 地骨的竹牛 竹鼻的竹牛啊 智慧的資量跟 慈悲的資量 促使我們 一段一段地往上爬 不斷地往上爬 所以呢 如來呢 佛陀就叫做如來 在他萬里晴空的那個 那個狀況之下呢 他如實地來解說 所謂的如就是真理 現象 整個真理的現象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起顛倒向啊 我們是不是經常說我們在起顛倒向 因為我們跟真理不相應不相棄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被我們的烏雲 被我們的雜染 被我們的執著所擋住嘛 所以呢 就很容易怎樣 有時候爬不上來還摔下來 是不是 也願意進到又會退到 在這個之前都很容易退到 在第一大二生期間 很容易退到 也因為容易退到 所以我們要更加的精進用功啊 能夠保持不退到已經很不容易了 那不僅不退到還要怎樣 往上爬 往上進步 在這個時候 只要你能夠波雲見日 見到這處曙光 就等於超凡入勝喔 但是這個需要多長的時間 一大二生期節 非常長的時間喔 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說啊 我怎麼等會對 為什麼要等 一旦 有所助而生其心 是不是 我們一旦有所助而生其心 我們就不願意等待了 就覺得啊 怎麼這樣 那麼遙遠 我怎麼一直爬不上去 我怎麼一直都看不上 我們如果起這個心的話 其實我們離到就會遠啊 就很容易掉下來 因為很容易傷心失望 鬱脱了 怎麼這樣我都沒機會去 感受到那個真理法則嘛 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有沒有 我只管爬 我只管去做 能不能看到 這道曙光不是求來的 它是自然現前的 不用求 用盡生生世世 累積的這股力量 反正我們往上爬 本來就是 水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爬嘛 對不對 我們不往高處爬 其實我們一直在 一直掉下去 掉下去 這是無底的深淵耶 而且是六道輪回 是流浪生死的啊 不是 一直都能夠來當人耶 當畜生的機會多不多啊 多耶 地獄道 惡鬼道 都在等著我們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怎麼能夠不往上爬 雖然很難 但是呢 只要問耕耘 不要問收穫 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則 我們的有所助都住在收穫上 到底什麼時候才讓我們到那裡 這個是不是有所助而生其心啊 那就會很困難 因為我們的得失心很重 喔 我們一直在比較 一直在期待 其實不用期待 只要我們一直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我們就會有機會 到達 什麼時候到達 到達的時候 自然到達 不可言說 因為你看到了曙光的時候 你簡直沒法說啦 喔原來那種光線 那種自然的現象是什麼模樣 那真的無法言說 就我常舉例說 到了國外說 阿醫生 那裡的景象就是這樣啊 去以前是不是用很多 Catalog 用什麼VCD還是什麼東西 放很多影片 然後說 那個哪個國家有多好又多好 要不要移民 要不要怎樣 對不對 是不是要很多的資料啊 我們在這下面 很多的資料 促使我們想去 一旦去了 那些東西是不是就不用了 就是這個樣子嘛 喔原來如此 國外就是長那個樣子 每個人體會到一樣不一樣啊 不一樣耶 回來說都不一樣 叫你寫篇文章也不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跟我們術士的經歷有關係 我們看的角度有關係 我們所執著的東西有關係 所以我常說 欸真的出國去的人 愛車子的專看車子 愛花木的還是在看花木 喜歡建築的還是在看建築 對不對 每個人角度不一樣 跟自己的習性有關係 但是真的看到那種現象 說實在語言都多餘了 是不是 但是在之前要不要語言啊 我們現在不斷的用語言 其實一直在做什麼 一直在鼓勵大家往上爬 去看那個什麼 真理 看這道曙光 看真如 要是經 經一直不斷的 就是用所謂的真如嘛 真理的現象 到底長什麼樣 萬里晴空 到底是什麼現象 其實到那裡 自然知道 所以我們說佛佛道童有沒有 你到達那個現象呢 萬里晴空 的那種感受啊 唯有佛才能夠自己受用到 我們現在都還是揣摩想像 語言文字圖像 不斷的畫 不斷的講 不斷的那個 其實都是在做那個導覽的工作而已啊 這樣能理解嗎 所以所謂的如來 所謂的佛 因為後面會講到佛的十個名號 為什麼會有這些名號 為什麼叫如來 其實這個真如的這個觀念是很重要 只要我們與真如相應相親 就能夠解脫 就有機會解脫 只要見到這道曙光 只要見到太陽 見到真理 其實都有機會解脫 只是 如果我們是菩薩道呢 我們不忍心自己解脫 但是屬於身文呢 治療漢呢 他自己解脫 可以 那是透過智慧 所以能不能理解這種真如的現象 是需要智慧的 慈悲 是幫助我們累積什麼 福報 信願 還是要有信仰的心喔 那是 給我們一股往上爬的什麼 力量 這樣能理解嗎 所以 信願本身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但是呢 智慧幫助我們解脫 慈悲幫助我們累積福報 說要福慧雙修 要卑制雙韻 到成佛叫做什麼 福慧俱足 所以如來如解如說 不斷地告訴我們真理的現象 解釋真理的現象 讓我們理解真理的現象 希望我們要怎樣呢 不只是理解還要去實踐 爬嘛 不是只有文字語言拿來 或者影片拿來看一看 都不去準備 那還是去不了啊 是不是 一樣還是去不了 所以如來 這裡就會講到嘛 如來 包括還有什麼 如解如說 是不是 所以在第16頁17頁有沒有 也都是在講什麼 真實語 那是真正的真實語 聖意的語言 我們在烏雲裡頭 其實都還屬於什麼 世間法而已啊 所以我們說如果佛法 佛學理解很多 但是不起信願的心 其實那個學佛還找得很 因為他根本不會往上爬 對不對 也不過只是在世間法裡頭 耍耍文字 寫寫文章罷了 與生命的實踐無關 其實那個都不是佛弟子的本色 只是世間學問又多那麼一點點而已啊 意義並不大 因為你不往上爬 因為有信願你才會往上爬嘛 是不是 那是透過生命的實踐的 所以在16月倒數第二行 所以以最高的智慧去體正什麼 究竟的真理嘛 那所謂的真理就是如嘛 是不是 所謂的真理也就是如 所以佛就是棄此平等不二真如而來 所以叫做什麼如來 所以所謂的真如真理 它有個很大的特質就在平等不二 這是透過緣起信空來的 往上爬的一股力量 不只信願的力量 智慧的階械是很重要的 智慧 是透過智慧才有機會提升 那就是透過緣起信空 透過不二透過中觀 而往上 為世告訴我每一個高度的現象 為世是告訴我每一個高度的現象 是長什麼模樣 但是能不能往上爬那是對法性的理解 透過智慧的 所以呢 如來之所以叫做如來 它就是棄和平等不二真理而來 叫做如來 並且它叫做什麼 如解的 有無上的智慧 那麼一旦能夠跳脫出來 其實看待世間是很清楚而明白的 是非常清楚而明白 所以呢 佛陀有無上的智慧 能夠如無法的來實相了解 所以叫做什麼 如解 並且呢 它也是如說的 它是實於者 不妄於者 不應於者 所以我們說 要是流離光如來嘛 對不對 如來了 好 那本願功德 本願就是個別的別願 要是佛 要是菩薩 要是佛行 菩薩道的時候發十二大願 歐彼陀佛行 菩薩道發四十八大願 這個都是屬於個別的本願 所以呢 我們說 一定要先怎樣 立定志向 至願嘛 然後從願而起行 對不對 依行而怎樣 得正 在十七頁倒數第三行 有沒有 修學菩薩 必須要先立定志願 必須要先立定志願 然後從願才能夠怎樣 起行 透過行而怎樣 得正 好 所以要有願 還要行 所有的正就是 你到什麼程度 你看到的就是什麼世界 就是什麼現象 去可以驗證的喔 是可以驗證的喔 是可以驗證的 透過願呢 它是一股推動的力量 但是是透過 智慧 而 找到了解體 往上爬 好 那在過程當中的 也要有福報之良喔 那是透過慈悲心 之後才能夠怎樣 圓滿成佛 所以呢 從願起行 依行而怎樣 得正 每一個階段 是不是都是在正悟啊 都是在證實 佛陀所說的無誤 照著這個階梯 就好像我們去爬山 爬到某一個高度 看到的是不是 就是某個現象啊 海拔零米 就是平地的現象嘛 對不對 到海拔 100公尺 200公尺 到海拔1000公尺 乃至海拔2000公尺 3000公尺 看到的景象 是不是都不一樣啊 但是只要我們同樣喔 我們到1000公尺 看到的是不是 大約差不多 不要講說看到了 光是那個溫度的體驗 是不是就 就雷同啊 越往上是不是越涼快啊 尤其現在這麼酷熱的狀態 是不是 我們如果能夠到 1000公尺 2000公尺 3000公尺的高山上 是不是越往上爬 越清涼啊 那種清涼 是不是 只要到那裡 你就知道如何清涼啊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啊 但是要不要去爬 那也要看我有沒有這個願 對不對 有這個願還要去準備耶 安排時間啊 訓練體力啊 種種對不對 去行嘛 之後呢 到那裡 確實就是那種涼快的程度 那種涼快程度 是不是 就不用去言說啦 啊 有的人呢 體質不一樣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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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涼快 胖的人說太涼快 冷的那個 瘦的人說 我夠冷耶 我夠冷耶 每個人體會到的那感覺 又不完全一樣 但是那個溫度 涼起來差不多 差不多 是不是 它到 多少的海拔 經過幾百公尺 它就降一度 一度 一度 一直降耶 那又是必然的一個 大自然的現在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因為因緣法的關係 因緣法自動會排列組合 在夏天排列組合出非常酷熱的感覺 但是在夏天當中 到高山上去倒是很涼快 對不對 它又可以去排列組合 離散掉一些什麼熱的因緣嘛 就會涼快起來 所以呢 這一切其實都是什麼 因緣法 所以 要是佛呢 就是透過它的本願 而形成什麼 無量的功德 所以叫做本願功德 所以所謂的功德呢 它是透過實踐的 依著本願去實踐 那麼 所成就的功德 就叫做什麼 本願功德 那這部經 所謂的佛經的經 跟中國人所講的 《詩經》《易經》的經 一樣不一樣啊 不一樣 因為佛經的經呢 它是包括一個契合的器字 上記諸佛所說之禮 還要下記眾生可渡之機 如果佛陀所說的真理法則 與我們不相棄的話 是不是與眾生就無關了 也渡不怕呢 所以佛說佛度有緣人 是不是 也要跟眾生的根基相應相近 所以所謂的佛經的經典 它是包括一份的契合 並且所謂的經典 經這裡說它是一步一步的 是一串一串的 是可以串聯起來的 能夠把佛陀所說的法語 把它結合在一起 比較同類的 那麼結合成一步經一步經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經典 它各有巧妙不同啊 就好像有很多的藥方呢 它的作用不同 有的依頭痛 有的依腳痛 有的依全身 有的依心臟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佛經也是這樣子喔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要告訴我們的是哪一個階段 重在哪一個階段 像華言經喔 它會告訴我們成佛的一針法界 專門在講成佛的境界 如果是華言經的話 那如果是為世呢 它是論點喔 它會告訴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它的景色如何 你爬到什麼程度 看到什麼景色 你爬到什麼程度 看到什麼景色 好 那麼如果要是經的話呢 會比較在下面的這個階段 培養信願的心 實踐跟信願 因為比較屬於淨土法門 信願心 所以呢 比較不是透過智慧 想要去跳脫出去 像如果波瑞經呢 就比較是透過智慧 解脫世間的束縛 不同的藥方 是不是不同的藥效啊 所以對經典也要大概理解 講的是哪一段 用在哪 我現在需要的是哪一段 那要去拿一個對症下藥的藥方 沒有哪個藥方一定好或者不好 有一些是基礎方對不對 你沒那個基礎你也上不去啊 所以都各有巧妙不同 但是呢就是要契合我們的根基 我們才會去接受它並且去實踐它嘛 好 那麼以上就是在講什麼呢 經題 科判表裡面的右左上角的這個部分而已喔 之後呢我們要進入什麼 譯者 翻譯者是誰 那麼以這部藥詩經來講的話呢 曾經有五種翻譯 有五種翻譯 那麼我們現在所用的比較通行的這一部呢 是由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的翻譯 所以呢在 十九頁倒數第二行 說本經傳來中國共有五次的翻譯 五次的翻譯 那如果不去做比較深度的探討的話 我們就直接到二十頁這裡就可以看到 在二十頁到中間這個地方有沒有 第四頁 之所以有第一、第二、第三頁是什麼 依著時間順序來的 在二十頁的二、四、六、八 第七頁有沒有 第四頁呢 那就是現今的這個講本 是由玄奘大師 玄奘三藏有沒有 加個三藏 為什麼加三藏 因為玄奘大師通 經濟論三藏 不僅他是個大義師 還包括他對經濟論三藏的那種通曉 那麼他到印度去取經 回到大陸 回到中國 那麼是在武則天 在唐朝那個時代 大概西元六七百年的時候 那麼也等於是現在的一千三四百年前 這個狀況 玄奘大師 那麼就把這部經已經翻譯過來 那麼從玄奘大師這樣的翻譯 那麼我們也才能夠 宋持要詩經 而且以他的翻譯的經典 最為普遍的流傳 所以呢 對玄奘大師 當然玄奘大師不只翻譯這部 他翻譯的經典實在太多太多 尤其波瑞經翻了非常多 六百卷以上 但是玄奘大師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貢獻 在於什麼呢 唯士的傳入 唯士學的傳入 只是我們中國人的好簡 喜歡簡單圓融動物型的 所以像唯士學 在玄奘大師那個時代 傳媒兩三代就視為了 不流行了 因為講得太複雜了 是這一百多年來 那麼慢慢我們的知識水準的提升 那麼唯士學又逐漸的復興起來 我們在這個時代說 要理解唯士學的機會 並不是不多 對不對 尤其我們居士 透過紅法的法師們 也可以理解唯士 但是在那個時代說實在 玄奘大師縱然把唯士引回來 甚至自己也做了八式規矩送 是不是 但是呢 也不容易流傳的廣 因為當時受教育的那個機會少 大家又喜歡簡單 只要念佛就好 只要穿船打坐就好 在理論上呢 基礎比較不足 普遍的來講 當然高僧大德那種 學養好的還是有的 好那麼所以呢 以玄奘大師 除了在佛學上的造詣 其實他當時候的大唐西域記 也留給現在考古學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據 因為在1300年前 印度的狀況如何 思路中亞的這條路上如何 其實玄奘大師都有很精密的一個紀錄 叫做大唐西域記 但是我們說在民間流傳什麼西遊記 是不是 那個就 穿著附會的東西太多了 只是屬於這個民間的這些 跟玄奘大師的那個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要理解玄奘大師還是要從這些 比較正確的這些古籍裡面去理解 好 所以呢 以玄奘大師是我們這部經的這個翻譯者 那麼在23頁這個地方其實也提到 因為附帶 導師附帶談一談淨土法門跟密教的關係 因為我們在這部經裡頭是不是也有鑰匙咒 也有咒語嘛 好 那麼這些咒語呢 這導師就講 如果比方這部經如果除掉這個咒語的話 就是說把咒語除掉的話 其實它是屬於純粹的淨土法門 淨土的法門 在23頁倒數第5行有沒有 他說比方本經 除卻咒語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純粹只是淨土法門 但是呢因為加了咒語 所以它會通什麼密教 那麼說實在呢 淨土跟密教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為什麼很密切呢 其實跟真常唯心系有關係 真常唯心系就是專門講佛性 專門講如來藏 後來會演化成如來藏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所以呢 其實我們說我們的名稱裡頭 還有一個名稱是不是就叫做這個 在我們的第5頁 第5頁的經題有沒有 我們說有三個經題嘛 第二個經題是不是叫做 十二神將饒益友情結怨神咒 把它當咒語看也可以 如果完全站在密部 來看待這部經 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咒語 把所有的經文都是為了來解釋這個咒語嘛 所以呢它其實跟這個 跟密部其實還是有相同之處 並且呢 這個也還是為了拔除這些業障根本嘛 所以不管它是淨土或者密部 密教的這種經典來說的話呢 那麼其實呢 它可以說是通於淨土跟密法的 也就是通於顯密的二教 以我們的要詩經 所以我們最後一集可能會講要詩經的經辯 也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很多密部用的這些遺軌 在經辯裡頭其實也可以 所謂的經辯就是我們透過經文變成圖像 那這個圖像呢所畫的也就是 鑰匙法門的什麼這個遺軌 鑰匙法門的遺軌 所以我們說這部要詩經其實 我們正在顯教的立場 大概是透過講經說法 透過理解經典的這些含義 然後去這個發願 由願起行由行而得證 對不對 這樣子的一個次第之外 其實它又通於密教的什麼 咒語 所以也可以說這個算是怎樣 通於顯密二教的一部經典 因為所謂的這種淨土跟密的那個關係是很密切的 就建立在真常維新系上面的關係 好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異者的部分講完了 剩下的我們就要進入什麼 經文 那進入經文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所謂的經文大概都會 正常八九成以上 所有的經文大概就會分 序分 正宗分到什麼 流通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序分有沒有一個通序跟別序 對不對 好 所謂的通序就是 大部分的經典都會從什麼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哪裡哪裡 還有什麼眾生共同來怎樣 聽法是不是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通序 叫做通序 但是呢 是不是有別序啊 有個別的什麼 起教因緣 會有個別的起教因緣 因為每一部經都有每一部經 都有每一部經形成不同的什麼 因緣 所以別序的部分就在序說 這部經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所形成的 那麼它的最重要的內文 經文中的經文其實在哪裡啊 在正宗分上面 在正宗分 所以如果以這三分 序分 正宗分到流通分 用人來做比喻 這個序分很像我們的臉啊 我們去認識一個人 是不是從他的臉開始認識啊 這個門面嘛 是不是 所以一部經的開場白 那麼就像一個臉一樣 他的這個 如何的來引導去認識這部經 他的內涵呢 就好像我們的五輔六丈一樣 所以我們的正宗分就如同什麼 五輔六丈 但是流通分呢 就好像四肢 會跑會走 會流傳下來 透過時間 透過空間 不斷的怎樣 流轉下來 那麼是透過流通分的 是透過流通分 所以呢 在正宗分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以藥詩經來說的話呢 他分了三個部分 叫做如來開示 菩薩洪傳 然後藥叉 視乎 那是藥叉 不是文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讀經典 真的是要拿一個科判來做比對 我們就會對整部經比較容易把握得住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在 正宗分 也就是經文當中的經文 最重要的這個內涵來看待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呢 有所謂的什麼 如來的開示 如來的開示 是不是最多的啊 由佛陀告訴我們 另外一位佛 佛陀在某一個世界 他是怎麼去形成的 佛陀在介紹其他的佛 所以是由佛陀來講 菩薩都還沒辦法去介紹佛陀呢 佛陀能夠介紹菩薩喔 佛陀有沒有介紹大院地藏皇菩薩啊 有 對不對 在高的人 看下面的人 是不是很清楚啊 在下面看高的人 不清楚啊 但是在上看下很清楚 就好像說 讀小學的時候 我實在不懂說 那個中學不知道在讀什麼東西啊 但是你真的讀到大學回頭看 中學小學是不是很簡單啊 因為你經歷過嘛 回頭看 是不是就很簡單啊 但是我們都還沒經驗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會覺得很多的問號 不知道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們說 只要我們按部就班 一年累積過一年 從小學讀完 讀中學 讀大學 對不對 再讀個碩士 再讀個博士 如果我們是不是按部就班 克服很多的困難 終有一天 也會完成學業啊 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就不是說 好像不知道從哪裡讀起 不會嘛 所以呢修行也是這樣 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 所以呢 我們說如來呢 來介紹什麼 要使佛 因為也只有 佛能夠介紹佛的境界 佛能不能介紹菩薩的境界啊 可以沒問題 對不對 比如說菩薩啦 或者佛能不能介紹生文的境界啊 也行 也不難 佛陀要告訴我們 凡覆眾生的特質 是不是也很清楚啊 所以佛陀一講到凡覆眾生的特質 我們一想想看 哎呦 哪有多好都有俱全呢 因為正好就在講我們嘛 是不是 所以佛陀回頭看 下面的眾生是不是清楚而明白啊 所以真的透過讀佛經 這個深入佛法的話 真的很容易理解所謂的人性 也就所謂的心理變化 那都在佛陀的眼光來看 實在太簡單太清楚 因為他居高臨下嘛 我們說爬得越高 是不是看的範圍越廣啊 會越廣啊 越清楚啊 好所以呢 由如來來開示呢 介紹藥師佛 好那麼就介紹藥師佛呢 他的醫正行願 有沒有看到 藥師淨流離世界 他的醫報的 的莊嚴 他的這種正報的莊嚴 就說藥師佛怎樣去成就出 藥師流離光世界 那麼 往往就是因為他的什麼 恨怨的關係嘛 是不是 他個別所發的那種怨 好所以他所發的怨呢 有十二大怨 十二大怨 所以這有沒有一個恨怨 然後有十二項 就是藥師佛他所發的十二大怨 之後呢他就會有所謂的果德 他成佛之後 得到至高圓滿的這種果德 的德恨 他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呢 說 梭略指廣 以西欲東 以伴來怎樣贊主 有沒有 是因為呢 佛陀先介紹了西方淨土的 阿彌陀佛 那麼同時 後來也有人就請教佛陀說 哦 西方極樂世界 這麼樣子的莊嚴 這麼樣的殊勝 那 類似這樣子的西方淨土法門 還有沒有 介紹了阿彌陀佛以外 就想說 是不是還能夠介紹其他的佛 所以呢 佛陀又介紹了什麼 藥師佛 所以要有人請法 那麼佛陀就會告訴我們更多 所以呢 他就用略來指廣 我們後面會讀到就會知道 他很大略的說 但是呢 所說的會是什麼 東方淨流離世界的那份莊嚴 所以他用西來怎樣 遇東 用西方極樂世界來比喻東方極樂 淨流離世界 因為我們熟悉什麼 西方極樂淨土 用伴來怎樣贊主 用菩薩來 來讚嘆主佛的那個功德嘛 所以 我想到其實在印度 聽說 印度有一幅名畫 他要畫的是他家 那個小姐的那個美麗啊 結果呢 那幅畫都看不到他家小姐 卻是看到了 畫了好幾個什麼 他們家的奴婢 美麗的不得了 奴婢都尚且這麼美麗 是不是那個主人更美麗啊 所以有時候不是直接去講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某某人的漂亮兒子的 他旁邊 他的奴婢尚且如此 那主人更不用說了 是不是 是不是更有想像的空間呢 所以以伴來怎樣贊主 好 那麼 就說 釋迦摩尼佛介紹 藥師佛 他的醫政的行願 之後呢 藥師佛如何的來 三巧方便的來度化眾生 那麼會透過什麼呢 文明 光是聽聞到 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號 其實就能夠怎樣 能夠獲得利益 有什麼樣的利益呢 一個叫离惡的利益 還有呢 得善的利益 這就是說 光是聽到名號 尚且有這樣的利益 能夠离惡 能夠怎樣 行善 並且呢 還能夠持咒來治病的利益 之外呢 還有呢 如果能夠供養受職的話 他也能夠獲得供養的利益 跟什麼 受職的利益 所以這也等於說 行藥師法門的方法 透過怎樣 持念名號 透過咒語 透過什麼 供養受職 這是不是就在行藥師法門啊 之後呢 功德 得恨頗思啊 是不可思議的 要是流離光如來 他的得恨之婆思啊 得不可思議 當然成佛呢 必然是不可思議 其實行菩薩道也是不可思議的啊 那為什麼說不可思議 反過來我們說什麼是可思議的啊 如果我賺錢養家 養自己一家 是不是可思議的啊 我們會說那是自然的嘛 應該的 對不對 你當然賺錢就是應該要養家活口啊 能夠照顧你一家人 覺得這是可思議的 什麼叫不可思議呢 我不僅賺錢養家 我還願意 將我能夠 供養出來的金錢或者財富 或者時間或者體力 我還拿去 去怎樣 利益眾生 是不是這個就逐漸開始不可思議啊 就是說你怎麼不自己享用呢 因為我們很自私自利都會想要自己享用嘛 但是我們卻因為這樣開始踏出了一步 我們的福報音樂也從這樣開始的 當然我們所舉的這例子 只是開始做轉化 從可思議慢慢慢慢的 那個不可思議其實也等於是這樣的一個提升嘛 在下面 烏雲密布看得不撒撒 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貪嗔痴的心一直不斷的起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們如果能夠往上爬往上爬 上面真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啊 如果能夠爬上去 是有不同的什麼不可思議的境界 自然會產生的 而不是只有局限在我們凡夫眾生 這種執著的特性所形成出來的那種世界而已啊 所以呢 到成佛 其實不管哪一位佛陀 是不是都是得恨婆思的啊 對不對 能夠爬到這麼高的一個境界 至高圓滿的境界 那當然是不可思議的 得恨的婆思 所以呢 透過菩薩來怎樣 洪傳 之後呢 還有要叉大將 那麼就 發願 護持持要師法門者 所以呢 這個要叉是護 所以我們說 持要師法門 有沒有這個應驗 除了諸佛菩薩的願力之外 這些要叉大將 它也會是一個push的力量 跟我們相應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們說 其實能夠持 地藏法門 是不是也有 也有帝王 有那鬼王來怎樣 護持嘛 也能夠得 28種 27種利益 28種利益 還有什麼 七種利益 種種對不對 為什麼能夠得到那麼多的利益 是因為還有這些 鬼王 帝神啊 種種的什麼 護持 那持要師法門 也是會有十二要叉大將來護持我們 也是會 但是呢 我們跟十二要叉大將 不是直接的關係啊 沒有什麼利害關係 是不是 大家共同結合的關係 是對 要施佛的護持的關係 而不是我們直接 像我們說 如果我們去這個廟裡面拜拜 求神問卜的 那是跟神直接的關係 比方我們說 啊 你讓我種 種什麼大家樂還 種什麼 現在是什麼樂 樂透 跟他談條件 那是你們之間的利害關係喔 你如果你跟他這樣講 他同意了 他讓你種了 之後呢 你種了你不能說 就忘掉他 有時候我們會得意忘形 他把他放不起 他會很生氣喔 因為利害關係是你們直接的呢 他會找我們麻煩 因為他們會有他們的那種神通的部分 是我們人類所不及的 當然人 有人的什麼特質嘛 人的一個 在學佛上 在學佛上 有我們人的什麼 學佛的本錢 那麼是在什麼 我們有記憶的能力 有犯恨的這種傾向 而且我們非常的精進不懈 這個是我們 學佛的一個很大的本錢 偏偏呢 我們人本身神通的能力是會比較差啊 並且呢 以學佛 佛法來講的話 也是希望我們不要去學神通 因為神通呢 並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生老病死的問題 對不對 神通呢 反而會有時候會壞了我們的智慧 一旦能夠一步登天 我們就不願意怎樣 腳踏實地了嘛 是不是 那我們嘗到那種味道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難腳踏實地 反而不願意 點點滴滴的來累積我們的福報意願 反而是一個破壞 所以人有人的一個特質 所以呢 要差大將能夠護持 那麼不是我們人跟這些鬼神的直接關係 是最好的 但是他們又有他們的神通的力量 能夠怎樣協助我們 不僅諸佛菩薩的互念 所以最後會有一個流通分 除了我們剛才把正宗分介紹完畢之後呢 最後是不是一個流通分啊 所以呢 這三分就構成整部經文 整部的經文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阿彌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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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好 阿彌陀佛